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则重要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香港季协即将迎来换届选举 现任主席陈朗生即将卸任 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有人劝他不要再寻求连任 以便给季协更大的生存空间 尽管选举前夕有会员收到可疑信息 声称大会可能被监视 但陈朗生表示不担心选举被渗透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南方的强降雨灾情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因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 导致至少47人死亡 受灾人口超过5万5千人 此次强降雨还引发了山体滑坡 泥石流等多重自然灾害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最后台湾立法院否决了行政院提出的 国会改革复议案相关法案 只待总统公布及正式生效 尽管行政院和民进党立委 誓言提出是现生请案 蓝白两党依然坚持改革 此举引发了广泛的政治争议 未来可能引爆新一波的政治冲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核武库扩大 全球核竞赛难以避免 VOA 瑞典智库报告指出 中国核武库的扩增速度超越他国 并推估有24枚核弹头首次列入经常性战备 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实际的核武库可能比该报告预估的更大 若以此发展下去 中俄联手的核威慑 很可能会让美国面临一个全新的三元下阻态势 从而陷入战略劣势 迫使美国不得不扩增其核武库规模 这也意味着 全球核竞赛恐很难避免踏上重启之路 中国估有500枚核弹头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CIPRI 16日发布的最新核武角色年度报告显示 北京正在扩大其核武库并推动现代化 报告估计 中国解放军的核弹头数量 已从去年1月的410枚增加至今年1月的500枚 尽管中国的核武库仍然小于美国5044枚 与俄罗斯5580枚 但报告推测 中国首度将核弹头纳入经常性战备 在和平时期 部署少量的核弹头在洲际弹道导弹上 以便随时发射 数量推估有24枚 此外 报告也评估 中国未来10年的洲际弹道导弹总数 可能大幅增加 甚至超越美国和俄罗斯 中国当前预估有238枚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有800枚 俄罗斯有1244枚 美国加州蒙特雷米德尔博里国际研究院 Middleber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教授 东亚防扩散计划 EAMP主任杰弗里 路易斯 Jeffrey Lewis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估计 截至2023年5月 中国就将拥有超过500枚可使用的核弹头 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 美国战略司令部告知国会 中国的陆基固定和移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 超过了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数量 因此 他认为 中国实际的核武库比瑞典智库的估计还要大一些 尽管数量相当接近 大约有数百枚弹头 但要注意 这仍然是一支比美国小得多的力量 美国拥有超过1500枚作战部署的战略弹头 以及大量可以装载到现有运载工具的额外弹头 追求与美国持平 路易斯表示 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一直在稳步扩大其核力量 从1990年代初 只有18枚洲际弹道导弹 到2021年 他的团队发现 中国开始建造核弹发射井 现在不同的地方是 中国核力量的稳定的成长 最终使其走上了 追求与美国在数量上持平的轨道 他表示 对于中国增加核武库的规模并不令人意外 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 更加重视自己的利益 也投资更多金钱 在军事现代化上 而中国国防能力的全面投资 也为中国的核武力量 带来了更多资源 无需意外 美国国防部历年的 中国军力报告也 呈现了相同的景象 该报告在2021年 大幅修正了中国未来十年 可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 从前一年度的400枚预估值 提高到2027年拥有700枚 2030年达到1000枚 隔年2022年时 该年度报告更进一步评估 中国的核弹头数量 在2035年时 可能会达到1500枚 分析人士说 这些数量的变化 都可以明显看出 中国在近几年 非常积极地增进自己的核武实力 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核政策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都维持在一个 重置不重量的一个情况 遵循着毛泽东的三点理论 及核武器药 有一点 少一点 好一点 中共的国防报告书 过去也曾经说过 中国只维持一支有限的核威慑力量 但现在 这种有限度核武的概念 似乎在最近几年的官方文件里 已经看不到了 关键转列点 他指出 2022年的俄乌战争 是中共进一步扩大核武力量的 重要转列点 在此之前 中共是为了因应美中战略竞争的态势而去强化 但俄乌战争后 美国总统拜登 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 严斯斯托尔滕贝格 Yens Stoltenberg 均表明 不会在乌克兰部署军队 这很明显 是因为 俄罗斯是一个跟美国并驾齐驱的核武超强大国 他们的核武实力相当 所以美军不会实质介入 陈世民相信 习近平也看到了 核武在俄乌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及其军事用途自然会去思考 如果中国也能拥有跟美俄相近的核武实力 是否未来在攻打台湾时 美国就不敢 或是不愿意派军队来帮助台湾了 甚至俄罗斯总统普京几次的核讹诈 声称俄罗斯的核部队已经做好准备 似乎也产生某种程度的恫吓效果 陈世民说 那这样的核讹诈有没有用 有可能有它一定的用处在 而这个用处 习近平看在眼中 中国看在眼中 他不会想学吗 他当然会想学 拜登总统在2022年底曾警告 现在是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以来 距离核战爆发风险最高的时刻 战略学借用 新核子时代来 形容这一个令人担忧的年代 新核威慑态势 陈世民表示 更重要的问题是 俄罗斯现在跟中国更加紧密地相互勾连在一起 如果中俄联合起来 用他们的核武器 共同去下足美国的话 美国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核威慑态势 从过去美俄一对一的二元下足 变成要去思考 如何面对美中俄三角关系的核威慑态势 这也是为什么 前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 Charles A. Richard 也曾为此感到忧心的缘故 陈世民说 如果俄国跟中国联合起来的话 那美国是有可能会处在一个战略劣势的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说 你看前几天 有一个美国官员 他在参加一个军备管制的研讨会的时候 他已经讲到 美国是不排除会增加美国核武实力 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 6月17日透露 北约正积极讨论和武器待命计划 Standby 以回应来自俄罗斯和中共的威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泽说 中方发布的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明确阐述了中国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并建议大家应多关注 美国投入巨资升级三位一体和力量 强化和共享和延伸威慑等方面的情况 陈世民表示俄罗斯自从去年暂停参与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 撤销批准全面禁止和试验条约后 很明显在增加自己的核武实力 而中国也在加快扩其增核武实力的脚步 美国不可能容忍自己继续处在这样的一个战略劣势 所以也只能够被动因应去增加自己的核武实力 而这个简单讲就是一个核武的军备竞赛 陈世民说 全球核扩散 他表示 今天这样的一个增加核武不是说只有这个美俄中而已 这样的一个乌俄战争爆发以后的新核武时代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全球核武扩散几乎已经难以阻止了 斯德哥尔摩国际核评研究所的报告也点出 全球当前拥有核武的九个国家 包含美国 俄罗斯 中国 法国 290枚核弹头 英国 225枚 印度 172枚 巴基斯坦 170枚 以色列 90枚 以及朝鲜 50枚 都持续对核武库进行现代化改造 其中部分国家也在扩大部署核武 美国加州蒙特雷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院 东亚防扩散计划主任杰弗里 路易斯也表示 中国战略力量的成长正在促成美国内部压力 要求扩大核武库 并可能引发军备竞赛 拜登政府顶住了这种压力 但他认为 俄罗斯和中国很可能会保持相同的轨道 未来美国政府最终将决定增加美国核武库的规模 路易斯表示 可以看到的是在美中两国都有一些团体 希望扩大其核武力量的规模 这些团体透过互相指出对方的新核能力 来证明他们寻求新核能力的合理性 过去几十年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 政治领袖从抵制这些冲动转向拥抱他们 领导人观念的转变 是军备竞赛的根本动力 路易斯说 核战略改变 不过 尽管中国扩大了核武库 中国的核姿态 或许产生了一些变化 但路易斯不认为这代表中国的核战略或前景 有了根本上的改变 相反的 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 无论是地缘政治环境 或是最重要的中国国内本身的政治环境 中国的核政策都维持着同样的战略和前景 也就是仍然将核武力量的本质视为是报复性的 路易斯说 其中一些变化是由中国人对美国现代化的看法所推动的 尽管我认为主要驱动力来自中国本身 台湾中正大学战略纪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林泰和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认为 中国的核武战略基本上没有改变 仍然维持所谓的最小下足 其目的是当别人对中国进行和打击后 中国能有最基本的核实力去进行报复 林泰和说中国在在核武政策这一块非常保守 是直接由中央军委去管制 而不像其他常规武器是由战区的指挥官去管制 而这也可以从中看出 中国对核武本质的认知是一种政治性的武器 而不是一种军事性的武器 因此中国核武库的扩大主要是政治上的意涵 而不是为了军事上和打击的目的 保存第二级能力 林泰和说他增加这个核弹头 他是为了要拼这个核弹头的存活率 那存活率如果越多的话 他就能够实施报复 也就是我们的第二级 所以他承受第一级之后 他要用第二级去报复美国或攻击他的国家 林泰和表示 另一方面中国强化核武库的动作 也表明了想要逐渐追赶世界老牌 和国家美国和俄罗斯的决心 并与之并驾齐驱 以在美中竞争中获得相对等的政治地位 实现习近平对美国战略制衡的政治雄心 陈朗生即将卸任香港记协主席 换届选举前有会员收可疑讯息 不担心选举被渗透 美国之音中文网 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记者组织 香港记者协会 简称记协 即将在星期六举行周年会员大会 及职委会换届选举 由会员投票 选出新一届职委会成员 即将卸任的主席陈朗生 星期四出席网台节目表示 有人劝欲他不要再寻求连任 他认为如果他的离开 可以令记协有更大生存空间 他没有留下的理由 在换届选举前夕 记协星期五发布重要启示指 有会员收到可疑信息 声称周年会员大会 可能被执法机关监视 呼吁与会议保持距离 记协强调的周年会员大会 不涉及任何法律风险 陈朗生则表示 不担心职委会选举被渗透 由前线新闻工作者 在1968年成立 由56年历史的香港记者协会 简称记协 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记者组织 作为记者公会 记协最大宗旨 是改善行业的工作环境 以及维护新闻自由 陈朗生指 收到 有分量人士劝与不要 寻求连任 记协即将在星期六 6月22日 举行周年会员大会 及执委会换届选举 由会员投票 选出新一届主席 及执委会成员 县届主席陈朗生 2021年当选 已经连任两届 他今年原本打算 寻求最后一次连任 坐满最长的四年任期 不过 他5月中在社交媒体宣布 听取不同意见及分析后 不会再角逐连任主席 他认为 继续坐在主席这位置上 非常艰难 看来也不是对记协最佳的选择 陈朗生星期四 6月20日 出席民主党前主席 刘慧卿主持的网台节目 Chad DP with Emily Law 讨论香港新闻 言论自由 以及记协的未来 谈及不寻求连任 记协主席的原因 陈朗生表示 收到 有分量人士劝语他 不要再寻求连任 他又提及 今年六四在铜锣湾采访期间 被警方警告冲击防线的争议 他认为反应 大家对陈朗生 有很多背后的看法 他认为如果他的离开 可以令记协有更大生存空间 他没有留下的理由 陈朗生说 大家对陈朗生很多的背后看法 刘慧卿问 有没有正面一点的看法 不用背后了 陈朗生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正面还是负面 好像负面多一些 这样会不会我离开 主席位置 都会是对记协一个 重新上路的好机会呢 刘慧卿问 有没有一些记协 会会叫你不要做 主席 陈朗生说 记协会员 一直都有会员说 不如不要做记协了 记协不如这么危险 不如折埋 停运 对我来讲 最重要 是我在这里帮到记协 我走都帮到记协 如果有些人觉得 好像其他那些组织那样 换了一个领导层 他觉得就会有一个转变 可以给予记协一个生存空间的 我没有留的理由的 很努力 希望记协继续维持下去 至于卸任感言 陈朗生表示 最后希望大家记得 陈朗生曾经很努力 为记协着想 很努力 希望记协继续维持下去 陈朗生说 即使记协 由1968年开始 这么多年 即使曾经风光过 一开始 其实是由一对澳洲的夫妇 帮我们 记协 开始 他们觉得一些华人的记者 其实权益很差 但是你们 华人记者 又不帮自己去想 他们就帮我们开了一个这样的会 记协 然后我们八 九十年代 在清洁 刘慧卿1989至1991年 曾出任记协主席的年代 很风光啊 集系 GA 记协 的周年晚会 港都 特首 官商巨股都来到 我那时开始都采访过 我都有想过自己 有没有机会加入记协呢 那时连去吃饭的机会都没有 后来终于做了 记者就采访相关新闻 有些其他机构会请你去 记协晚会了 我确实那时候年纪很轻 二十几岁做记者 我都有想过 有没有机会做记协主席呢 刘慧卿说 你做了呀 陈朗生说 怎知到 即是三十几岁 未到四十岁就做了 记协主席 但是记协都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我不能讲自己做得好 我只能够说我尽了我的能力 希望保住个会 保住记协 保住大家 保住会员 即是什么都好 我希望一个帮记者的组织 可以继续在这里 记协是否有认受性 不是官员说了算 对于反修例运动后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曾经批评记协没有认受性 拒绝与记协沟通 陈朗生表示 记协目前有超过三百名会员 而且会员名单每年都会更新 每个会员都有真实的身份记录在案 他认为 记协有没有认受性 不是由官员说了算 陈朗生说 其他那些团体 可能是社团注册 可能公司注册 他们有些会员 可能只有入没有出的 都没有更新他们的会员 资料 我们记协去到今天 依然是代表着最大多数的前线记者的组织 有没有认受性 就我觉得不是一个人讲的 在行家 记者同业之间 在市民之间 他们会觉得一个比较独立 比较敢言的工会 代表记者的机构会是哪个 我们很有信心 你现在到街上问五个 十个 一百个 有人讲第二个名字 的 就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就不跟他 邓炳强 逗嘴了 外媒撤出香港 或影响国际声誉 陈朗生表示 记协会员人数 近年不断减少 主要由于多家大型香港本地传媒 包括苹果日报 及立场新闻等停运 记者转行 及移民的人数大幅增加 他又表示 外媒记者占记协会员人数比例不高 至于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 基本法23条 今年3月底正式实施后 自由亚洲电台 及华尔街日报 先后撤出香港 以及将总部搬迁到新加坡 陈朗生回应 美国之音提问表示 难以估计 这些外国传媒撤出香港 及搬迁总部 是否与23条立法有直接关系 不过 他认为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声誉 陈朗生说 人家这些外国著名的大型的传媒机构 他们是很关心同事的安危 那个评估是常常都做 你说23条 实施 之后对同事的安危 是不是会多了一些考虑 我想都不需要去隐瞒的 即使那个答案应该细事 即使他们又是境外的力量 他们又是外国传媒 他们有机会接触香港的提供资料 给他们的人 或者做一些报道 而你亦都见到政府官员 在过去一年 不时都去批评 人家那些文章的 再加上 中国内地有一些记者 或者一些外国籍人士 在中国内地的遭遇 很多因素加起来之后 大家就会去想 去评估 这样评估完之后 未必觉得 他有及时危险 但是我觉得 可能是一个衡量 即使说 他的风险又高了一点 高了可能不是很多 但是他离开了香港做到的东西 又好像不是差很远 季协换届选举前夕 有会员收到可疑信息 在季协执委会换届选举前夕 季协星期五 6月21日 发布重要启示指 有会员收到可疑信息 声称来自香港以外的机构 收到可靠消息指 季协周年大会 已被执法机构 和敌对情报组织渗透 会议可能被监控 录音和做身份识别 强烈建议收讯人 与周年会员大会保持距离 季协提醒 如果有任何人收到该消息 切勿回复或点击任何案件 如果会员收到讯息 可向季协报告 季协强调 没有收到有关消息 不认为根据职工会条例 定名举行的周年会员大会 涉及任何法律风险 希望会员星期六一时出席 被DQ季协主席的参选人 已正式做出投诉 今届季协执委会选举 华尔街日报记者郑家如 成为唯一主席候选人 自称资深传媒人的 透视报主编李敏妮 上月报名参选季协主席 不过临时有提名人撤销提名 而被取消资格 陈朗生星期四 接受传媒访问时确认 李敏妮已经正式 向选举委员会做出投诉 现正在处理当中 不过暂未收到律师信 对于李敏妮指控 季协黑箱作业操控选举 陈朗生回应表示 做记者不容易做出指控 他认为 指控通常都有 应该有真评实据 但是对方的指控 太多阴谋论 陈朗生说 你问我就觉得太多阴谋论了 太多阴谋论 以及可以多些 来参加记协的活动 可以多些来跟我聊聊天 这样他李敏妮 就会知那些指控 应该距离事实差很远 即使我都留意到他可能 不过这样 可能讲到他的个人 可能不是太好 好了 不要讲他的个人了 即使总言之 多些来参加记协的活动 同记协connect 联系多一些 可能会了解记协多些 这样就会少一些 无中生有的指控 陈朗生只不担心 记协职委会选举被渗透 有记者问及 是否担心记协职委 会选举被渗透 或者收编 陈朗生回应表示 过去记协职委 都会有担心被渗透 但据他的观察 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包括 没有亲建制传媒的记者 大量加入记协 也没有发生 亲建制传媒结盟夺社的情况 他又认为 不需要用渗透的方法 取得收编记协 陈朗生说 收编 就看你怎么看 什么叫收编 即是在今天这样的社会环境 他 当局 如果有些什么要求的话 你敢不敢不做呢 当然看看 他的要求 是公开还是不公开 是怎样吧 至于你说渗透 这件事情担心了很久 惠方 记协 担心了很久 过往的主力 职委 们都有担心的 但是你问我的观察 每每每有发生过 即是有没有一些 亲建制媒体的人 大量加入记协 没有 有没有他们 亲建制媒体 怎样做 大家互相是结成联盟 跟着去所谓夺社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很简单而已 他 当局 根本觉得 你记协就是不听话的组织 他 亲建制媒体 怎会愿意加入来呢 他 当局 如果觉得你是太过分的 他一掌拍撕你 这样已经拍撕你了 不用加入 记协 即使我觉得 不需要用这个渗透的方法 邓炳强指 记协受到法律保障 批职委会参选人 多数外媒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星期五黄昏会见记者 回应记协会员 收到警告讯息时表示 记协虽然是无 认受性组织 但由于记协是根据香港法律注册 会受到法律保障 任何人如果觉得受恐吓 可以随时报警 不过 邓炳强同时主动评论 记协星期六的职委会换届选举 他批评记协 DQ 取消 一味表明 要改革记协的主席参选人资格 他又质疑职委会参选人的履历 邓炳强表示 他留意到职委会参选人当中 最初看起来 还以为是外国记者协会 因为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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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